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接驳的图图终于有资讯 所以一个完整的接驳的图像 就是这个果形的脑部里面的老神经 我们将所有资讯都拿下来 里面牵涉到超过14万个老神经元 然后中间的接驳是很复杂的 因为每一个神经元接驳的 不只是另外一个两个神经元 可以同时接驳几个 然后几个网络结构是非常复杂的 最后有5400万个连接 整个网络的图像是完整地记录下来 在这里来说消息很简单 但意义很重大 大家觉得是一个老神经科学研究的 很重要的里程碑 其实在我们以前的一些杂数 我们也介绍过这些叫Connectum Project 这些叫做 凡是跟老神经的网络 完全是将它记录下来的 这些project 其实一直都有在 但暂时来说 能够成功完成的 不是几多个 如果你看回网上的资料 我们有什么生物 已经可以有完整的老神经 的Connectum 是可以全部记录下来 是只有一些线虫 因为它很简单 只是一条虫 然后老鼠我们也说过 但要记住 老鼠的Connectum Project 我们暂时只是针对 视觉神经的部分 就是说它由视网膜 视神经一直下来 处理视觉信号的部分 我们就是追踪老鼠视觉 那部分的老神经 所以不是一个完整的Connectum Project 人类也是 我们一直在搜索 其实还未完成 一直尝试将人类的老鼠 因为人类老鼠的神经元 更多 是上成上亿和十亿 这样的数字 所以里面 你想想 14万个神经元 都可以出到5400万个 这样的折磨 如果你的神经元数目 是上到亿 或者是十亿的时候 它里面的可能 可能的折磨是多少 那个级数就是 叫做 几何级数 所以资讯量是更加大的 所以你预期了 对于脑子越大 里面的神经越多 折磨越多 那些生物 它整个脑部神经网络 记录出来的 资讯量就越大了 所以越是简单的生物 我们越有把握 但是越是简单的生物 就是对于研究 我们的动物的意义 就相对是小一点 所以只能够 我们一步一步来 就是 开始 线虫 OK 然后 就昆虫 譬如好像现在 果形 这些污英 终于做到了 OK 但是对于那些老鼠 只是做了一部分 人类还有一段时间 OK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对于神经科学家 他突然间听到这个消息 就是说 如果是连果形的脑部 整个的老神经元接隔 那个结构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数据 已经下来 那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想在这里 其实大家不难去想 这个重要性 因为 你如果比较那些 线虫 和果形 本身的活动模式 和复杂程度 你已经知道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了果形 作为一个 有它的完整数据 来帮他们研究 动物 甚至会飞行的动物 它是如何控制身体的机能 甚至如何觅食 如何感受外来的变化 而作出反应 这些东西 你会发觉 今次有了果形的资讯 就 很多事情可以做 以往 从它始终的动静 和功能太简单 所以 你要它能够 从它那里 启示到 人的脑 你会发觉 距离还是很远 统统地看看 那些出来的复杂程度 是如何 这是 《奇刊论文》里面 的一些图 你会大约看到 在左上角的图 你大约可以追踪到 有几次 烏鸣头的形状 当然 它就是 在烏鸣头里面 其中对应脑部的部分 就是 它的脑部 如何接駁 左右的眼睛 因为 烏鸣的腹眼 非常大 然后 脑部 也有相当多的神经元 在接駁它的眼睛的部分 现在 这些资讯 将它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种类 就是它里面 有上百种不同的神经元 然后 它在整个网络局部 如何去分布 我们是有整个网络 去记录了下来 当然 对于大众来说 可能我们未知道有什么好处 但是对于 那个研究人员来说 它最大的意义是 有人 去拿了这个数据 那你有没有用 原来有 那 这些研究的人 就将整个完整的数据 就 上升到 Codex 这个网站里面 专门帮助你 将整个 果形 脑部 神经元 接駁的数据 就可以完完全全 由中央资料库 拿下来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由普林斯顿大学 去主理 管理这些数据 然后 你如果想去接触到这些资讯 我自己没有试过 那你可以用自己 去登入 由Google 登入 可以看到 我自己没有试过 按照 它基本上 将这个数据公开出来 令到很多大众 尤其是专家 可以接触到这个数据 其实研究的果形 在生物学里面 你想想 有现代生物学里面 已经离不开 这种研究果形的过程 譬如说 遗传学里面 因为果形 由繁殖一代 需要的时间很短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可以看到很多代的繁衍 所以在生物学家 去玩乌鹰 是玩了很多年 研究它的动态 譬如说 它如何飞行 中间如何平衡 如何因应外围的改变 而去修正它的动作 其实是有很多的研究 现在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在外面 研究它的动态 知道它的动态 可以很敏捷 同时 它的脑部 正在发生什么事 竟然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 现在可以有了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建立更多的实验 去研究一下 究竟它的脑部 如果突然间做出 某某的动作 某某反应 究竟在哪里 能不能亮 似乎 现在有了这个数据 我们就可以 研究人员 可以做到更多的研究 尤其是 作为一个动作 那么复杂 那么敏捷 以及感官 也是这么复杂 有很多 比如它视觉 人类和这些 苍蝇 比较相似 大家都有视觉 可以看东西 大家对眼睛不一样 但是大家都有视觉 都懂得 因应看到的东西 而给予反应 而且 也有一个 身体机能的控制能力 人是没有对异的 但是 人和污蝇 都要想到一个平衡的问题 如何去动 甚至乎 自己的脚 如何去动 如何去承认 究竟哪个部分 主理去哪个部分 如何去协调 有了这样的数据库 似乎 可以说 对于我们未来 开启其他 老部神经元的研究 就会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 啟示的数据 在此 因为我们相信 无论 简单的生物 和複雅的生物 可能就是 功能可以 细分多些 和他的动作的讯号 会更复杂 但是可能 对于一些 简单的讯号 可能就是伸一下对脚 缩手 和眼睛 去动一下 然后我要去 拿回平衡 你就会发觉 大家都有一些 可能比较相似的 可能到最后 再加上 人工智能的能力 我们可能辨认到 一些相似的 形态 在背后 也不奇怪 这些 纯粹现在暂时 猜猜一下 但是一切更复杂的生物 他老部神经活动 他有什么 基本的架构 往往 你就要由一个 简单的生物 去做起 当然 如果你说 有了这个 果形的资讯 相信 我们未来预期 就是会 有一批 这样的研究 结果又会出来了 我自己会更加期待 下一步 会不会连老鼠 也可以 现在老鼠 也继续在做 老鼠也是另一种 实验室研究人员 经常 生物学家 经常会玩的 动物 除了果形 接着到老鼠 如果连老鼠 也有的时候 你可以更加有把握 就是说 对于人类 会控制肌肉 会达致平衡 脑是如何协调的 那些 我们就会有一个 更加好的研究材料 和机会 这一节 暂时又来到这里 始终暂时 也是一个 资讯的公开 具体上 它有什么 衍生出来的研究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 如果有些重要的结果 我们又会和大家介绍 那我们这一节 到这里